Hello 大家好 我是贝贝 今天又买外卖吃 三个菜227块钱 今天因为去了冬葱 然后又去了周大福 然后先是星期天 然后我们家先生本来是好心收 陪我一天不去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耽搁了太多时间了 然后他就莫名其妙就在那里发提气 本来我想着他发提气不给他饭吃的 但想想他今天也够了一天的司机 算了我还是把他那一份买了吧 他吃不吃我就不知道 反正我还是买了 有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个小孩子脾气的老公 真是让人疼疼 他没什么 他就是发提气的时候就不故意的感受 但是可能他一下子脾气就发完了 可能你还在你的气还没消的时候 他都已经没事了 这点才是让你让人最抓狂的 然后我们从中处搁点的时候在车上 我的气都还没消呢 结果他又在那里说话了 就好像平时一样 我都是要我都是要晕倒了 我真想一拳打给打他打他一拳的感觉 但是后来想想 哎呀算了 所有的话真的是呼啸不得啊 哎呀两个饭两个汤三个菜 两百二十七块钱三个菜两个米饭两个汤 哈喽大家好 哎呀今天刚刚开了一瓶 第一次用这个精脆水很多粉丝都说好用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今天试一下 不过之前用了一个小样 我觉得还行 用了很多年生鲜水 现在也要换一下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传家宝 然后我看到那个有粉丝留言就说 哎莉莉 你为什么你以前结婚的时候 难道没有传家宝吗 还要自己去买 其实我告诉你啊 其实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家先生是最小的 然后我奶奶前面有五个儿子 有六个儿子 估计多少传家宝 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肯定都不够了吧 所以说没有传家宝 这个传家宝才从我这里第一代呀 才开始传 昨天晚上本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传家宝 但昨天因为忙了一天又有一点累 然后晚上回来又发生了一点事情 又跟昨天就没有拍 然后到今天 哇 哇这个水确实不沖 两下就吸收了 我用了 回购了 很多很多瓶 我光这个小银棒都有好几个了 好了 现在擦好了脸 准备出门前 分享一下 答应了大家的传家宝 哎 看看是个什么 看看 是这个 最近买了两条 当然 只有这一条才是我的 本来我是买的是那个龙凤镯 但是后来我盯着那个龙凤镯呢 后来拿过来以后呢 发现在后面那里有点花 有点花我就不要了 然后其余的有的又太重了 太重了我也觉得 有点不好 后来我想算了龙凤镯下次买吧 反正他经常会有机会 就会做活动什么的 反正我在香港也进 下次做活动等手头再宽裕一点的时候 再拿 然后一套一样一样的 到时候把这些项链呢 手镯呀 还有耳环呢 这些一样一样的 以后全部把它自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要出去发快递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拜拜